單元之一 叫做 吃素烘 那麼每一次呢 告訴大家說 其實現在我們可以吃得更環保 吃得更健康 吃得怎樣 讓大家覺得在料理上面 其實呢 素料理也可以呢 跟我們的一些葷食呢 做很好的一些這個 你要講說搭配啦 別說每當都吃魚吃肉 其實有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穿插一下 其實一天當中我們可以安排 一餐有吃素 或者是一個禮拜一次素也OK 一個月一次也沒有問題 就看你怎麼樣做安排了 那在身邊先來歡迎 我們今天的這位素食料理達人 由淑芬 由老師 淑芬姐妳好 雅咪早 各位觀眾大家早 好 淑芬姐 哇 今天一派輕鬆 非常輕鬆 感覺這樣子就好像回到你以前 在當那個幼教營養師的時候 真的 跟小朋友在一起 真的 其實我們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可以用非常非常輕鬆的心情 可是喔 你做的事情 包括料理 其實也可以很豐盛 很豐盛喔 好 那其實呢 在這個很多這個 跟孩子互動的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說 孩子有時候會比較挑食 是 非常挑食 非常挑食 看到青菜有沒有 要不是不吃 就給你拿掉 是 對 所以有的時候 跟孩子相處 無限愛拿這個半哄半片 真的 要用偷渡的方式 偷渡的方式 對 因為一般來講 尤其父母挑食 小孩子相對一定是挑食 所以說來到幼稚園裡面 就有很多來自四面八方的家庭 對 那我們不可能就是說 就每個小孩子不喜歡喜歡 所以 而且還要顧慮到 所謂的營養均衡 所以有很多東西 真的要用偷渡的方式 那偷渡最好的方式就是 大雜燴 所有能夠 我們覺得是營養的東西 對 而且在一餐裡面 都要能夠均衡的 就把它弄成一鍋 喔 弄成一鍋 對 大家呢 就沒得挑 有沒有 沒得挑 怎麼蓋也去蓋到 對 而且他不知道 對 不知道喔 好 所以喔 好 今天很興奮喔 好 不管怎麼樣 今天呢 我想我們剛才老師有提到 其實很多料理你可以呢 一次把它搞定 然後甚至於量多做一點 然後把很多的一些這個食材 包進來 對 沒有錯 什麼樣的一個料理呢 這個概念 其實最容易完成 聽說就跟這個 會 所以我們所謂的這個 學會 學會 學著會飯 會麵 或者是什麼 會一些冬粉都可以 沒有錯 對 那我們今天就是 學會素料理 對 沒錯 不曉得那個楊萍喔 你第一道會煮的菜是什麼 像我第一道會煮的菜 就是大雜會 大雜會 就是會 學會的第一道 是 因為我的媽媽是做生意的 所以說有時候像 我們禮拜六是半天嘛 回到家裡 中午就要自己料理 那自己料理 就是大概看冰箱打開 有什麼東西 包括你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就全部放成一鍋 欸 加點醬油啦 加點調味料啊 覺得說 我怎麼這麼厲害啊 那就是營養也有了 味道也很棒 然後我覺得說也很好吃 又方便 好 所以其實呢 這個大雜會 就是通常比較多的概念 東西都給它丟下去啦 是 沒錯 丟下去的同時 我們如何丟進美味 丟進營養 是 當然我們今天要來挑戰 都是素料理喔 對 那過去可能很多朋友 在吃這道料理的時候 其實都跟葷食做搭配 沒錯 那今天全素的概念 怎麼樣一樣呢 豐富可口呢 交給老師了 OK 我的第一道學會的這種 大雜會 就是咖哩 哇 因為你知道嗎 那個養品 咖哩煮會 就是會好吃 尤其現在又很方便 其實都不用配搭 以前說咖哩要香 還要去買什麼 咖哩粉啊 炒啊什麼 可是現在喔 對於我們這個 懶人族啦 包括我們第一次學會的 就是有這個很方便的 叫做咖哩款 對 所以說你幾乎 你也不會說 要什麼 要很厲害的功夫 要把咖哩炒得很香 就買這種現成的 那我們把油鍋 稍微熱鍋一下 熱鍋一下 對然後倒一點點 那個油 橄欖油也好 都可以 然後我們把食材 那你知道咖哩 最基本的食材就是 馬鈴薯 對 因為像馬鈴薯它有很豐富的 像那個 蛋白質啊 澱粉這個都很棒 然後配點顏色 這是小孩子最恨的紅蘿蔔 可是它很奇怪喔 它跟咖哩結合以後 那紅蘿蔔的那種 生味不見了 會很好吃 因為包括我自己 其實也不愛吃紅蘿蔔 那我們兩個同一組 真的喔 我們是同國的 對 我每次看到紅蘿蔔 我就是通常 先挑掉 不太愛吃 那如果說 像要去掉紅蘿蔔這個生味 我們可以稍微這樣子 把它用那個油鍋 稍微爆一下 爆炒一下 稍微讓它香一下 倒也不是 不用說煎到熟 就是稍微讓它有一點那個香味出來 這樣子就可以 所以你說這一道簡不簡單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椰奶 加入椰奶 我覺得我很喜歡吃椰奶 像我不敢喝牛奶 但是我覺得說 加入椰奶 那個南洋風就出來了 那這個椰奶 我們要去哪裡買得到呢 一般那個雜糧行都有 對 那像有一些那個什麼 超市也有 那個一瓶買回來就是500cc 那我們就是放一瓶 因為我們這鍋會比較大鍋 然後水就是1000cc 很簡單就這樣喔 你看羊皮是不是非常簡單 那像有吃肉的 就是昏食的 可能會放肉塊 那因為本身 我們是吃素 那如果說吃素 再開始學這道料理 你要讓它比較有滋味 你可以去買一些什麼 香菇頭 素料 可是因為我不太喜歡吃素料 這個東西 所以我就純粹用這個 然後我用椰奶去提味 這個它等一下羊皮 對 你吃吃看 會很棒 很香 是 然後我們這個基底 就是磨那個蘋果泥 哇 還自己磨蘋果泥 對 磨蘋果泥 對 磨蘋果泥 對 磨蘋果泥 然後把它一道倒出來 然後倒出來以後 對 這樣子就可以了 哇 那所以這道是 水果咖哩的感覺耶 對 非常簡單 然後一直到它慢慢這樣子收汁 我們讓它第一滾以後 再把那個咖哩塊放進去 這樣子我們真的就可以準備下一道菜 或者就可以等它好的時候 飯好的時候 我們現在去看個電視 待會再來吃 就可以了 非常簡單 好 那今天老師幫我們安排的 這個學會素料理呢 我們通常呢 這個過去剛才也講到了 這個只要是有一些這個 會的一些料理 是 那我們可能就可以把它 這個拿來會飯啦 會麵啦 甚至有人說 我比較怕胖 我可能就會這個冬粉 沒錯 但是老師今天還是來搭配我們的飯 對 用這個米飯來處理 對 那其實在米飯上面 現在其實 現代人對這個健康的一個需求 要求也蠻多的 對 沒有錯 像其實 在這邊我要分享一個 所謂比較健康的一個觀念 像洋餅我們有一個